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要畫南渡兩顆星的開工大吉尼 為什麼它兩顆星呢 因為我們這次要使用到Pantel的柔繪筆 來畫這個黑色的部分 這個就很吃你的技術了 其他的部分我覺得只有一顆星而已 好啦 那我們就一起來畫唄 紐紐的頭大概是四公分 大概啦 大概就好了 再把它黏起來畫一個大餅臉 紐紐的頭我們要固定在畫面上面 這時候橡皮擦就很好用了 我們就把橡皮擦弄一小塊起來 黏在他的後面 這樣子 黏住 我們還不可以把這個牛頭拔起來喔 他還需要先留在這邊 先來削他的肚子吧 先把你心目中的正方心 他大概多大先畫出來 如果你怕會超出邊界的話 你大概就畫這樣子 然後再削粉 然後再削粉 然後把你剛剛的這一隻紅色 就是圖中間的 削一些 在這個废紙上面 這個步驟我們要來畫最外圍的 像是花的東西 每一個都是三個 三個 不曉得這樣子形容 大家聽得懂嗎 接著我們就要開始把牛牛完成啦 這一個步驟特別特別的注意喔 如果這個牛牛拔起來的時候 你發現他的臉沒有很完整 你一定要再把它合回去 代表說你剛剛的粉沒有把它弄得很均勻 再弄一次就可以了 這樣子 牛角 好 牛牛耳朵 把牛牛的耳朵塗黑 圓滾滾的眼睛 像插座的鼻子 他鼻子是直的喔 這邊畫個兩三撇 看起來很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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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記得幫他把角膠畫上去喔 角膠的部分 你可以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這樣看起來就比較符合他的人色 顏色看起來比較一致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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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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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削字版的朋友 我們就可以在最後用這個正方形的部分 製造一些bling bling的感覺 在這個膚色的上面 那我們作品就可以完工了 正式開工大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啦 祝大家平平安安順順順順 開工大集啦 再來就元宵節了 我們再看看 元宵節要畫什麼東西啦 這樣咧